啊那再來就是第一個我們已經可以啟動了然後再來是也可以選擇要不要自動啟動 第二個步驟就是說再來就是說 當跳出來之後我要能夠完成像我剛剛的做這些動作就是 可以怎麼做可以按一下他之後然後填完資料之後 除了要幫我計算這兩個 所以逐步來看計算怎麼樣計算這兩個 計算完之後再來就把這五個資料再分別填入到這邊新增一筆 所以這個是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就是先把上面這三個東西 然後幫我計算出下面兩個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再把這五個東西 這五個資料放到這一筆這邊形成一筆資料所以兩個階段 那第一階段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那首先的話各位要設計的設計的動作第一個一樣要到VBA裡面 然後呢當我按下這個按鈕的時候 我要能夠計算這兩個結果出來所以點兩下 點兩下之後的話呢 我們這個地方是我有寫好 我用我用他沒有完成的這個OK點兩下 那你會發現他會跳出什麼 跳出 這個一個sub 其實點他這個按鈕的動作基本上會觸發一個程式 這段程式就是一個sub 其實是一個程序有沒有 如果是sub開頭就是一個程序 然後呢這個是我的按鈕名稱 底線加一個什麼click 那click就是一個事件 事件 這個事件 就是說當我 點擊當使用的點擊 這個動作 發生的時候 才去執行這個程序 所以 其實現在視窗的程式設計都是以 叫做 事件導向 就是說 一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才去做 這個就有點像你按下家裡的那個電視 比如電視機上面按鈕 或遙控器也是一樣 你按下某個按鈕它會 產生什麼樣的動作 其實觀念上 差不多是雷同的 只是說呢 那個遙控器或者是上面的觸控面板 上面的東西是實體的 那 我們畫面上面視窗上面是虛擬的 兩者之間不太一樣 差別在這裡 那也說當我點擊之後要做什麼事情 這邊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這個地方 我把那個 我這邊有的 OK 好 我們逐一來看好了 這個 這個先到這邊 把計算出來的結果 我們逐一來看 第一個階段就是說 我要 怎麼樣可以 把 這個 這個表在上面的 這個 這兩個 把它輸出 所以這兩個輸出的話 就是說呢 每個月 每個月 長完金額 其實我們可以用一個什麼 函數裡面有個PMT 有沒有 PMT那個函數呢 主要是計算那個 房貸